发现出轨的女人大多有这些需求 出轨的消息出现在这个社会似乎变得女见不鲜了 前段时间的马荣和白百合事件闹得沸沸腾腾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 对于男人来说 自己的老婆出轨是一件特别不迟的事情 给他们戴了绿帽子丢了他们的脸 但其实一个女人会不会出轨 在你跟她结婚之前 从某些细节部分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他们喜欢钱 喜欢物质上的满足 这个社会的女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物质 但是大多数女人还是比较正常的 仅仅是希望自己婚后的基本生活能过得不要太差 但是有的女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只谈钱 他们不仅需要房子 需要车子 还需要一些名牌包包和衣服 他们的生活离不开钱 喜欢追求好价格的东西 这样的女人其实很容易出轨 一旦你满足不了她的基本要求时 你们相亲认识根本没有爱情的基础 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年纪大了 因为家里人催了 就相亲随便找了个人嫁了 但其实这样对自己对对方都特别不负责任 因为很多女人会在结婚之后发现 原来我还能遇见爱情 只不过是稍微迟了一点 在多次犹豫之后 他们可能会选择直接出轨 因为她爱那个男人 所以结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没有爱情的婚姻很容易遭受背叛 他们很有野心 喜欢跟着自己的心走 很多男人都喜欢那种有野心的女孩子 他们看起来特别有个性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太管别人的看法 但其实这类女孩子 不是什么男人都可以掌控得住的 你没有特别优秀的一面 将她摸米住 就算结了婚 她迟早也会离开你园去的 所以男孩子要找女朋友的时候 不要去找那一类你掌控不了的女人 他们喜欢跟着心走 哪天就走丢了 渴望被爱 忍受不了寂寞的女人容易出轨 没有女人不渴望被爱 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忍受不了寂寞 男人是一个家的顶娘住 很多时候比较忙 有时候出差一出就是好久 如果你的老婆是那种 忍受不了寂寞的女人 那她就很可能出轨 因为你不在 她又没事可以干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撩骚的话 她基本上耐不住的 男人在找对象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然很容易被戴拗帽子 玩心比较大 喜欢热闹的女人容易出轨 这个社会的诱惑真的特别多 尤其是被那些长得还特别好看的女人来说 喜欢她的人不在少数 再加上她又特别喜欢热闹 喜欢往人堆你凑 这样认识人的机率就更大了 对于这种女人 作为她的丈夫 你可能要更加小心一点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她就被谁给吸引了 如果你特别有自信 能让她一直喜欢你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普通男孩子 不一定能掌握住这样的女孩 变成了看